位于西墨西哥州南布林肯国家森林公园里的美国国家太阳天文台,上周被突然疏散和关闭,科学家其所有人都被命令离开,目前一直处于空之状态,没有人愿意说出原因,已经引发大量猜疑和阴谋论者的狂热关注。 美国国家太阳天文台,由一个非尼利性组织营运,面向公众开放,科学家们甚至会带领大家参观,从来没有保密限制,不过西墨西哥州是一个以秘密军事事业,和不明非醒悟坠毁而闻名的州,这次神秘的关闭事件已被公众广为关注。 目前的传言主要有两个,一是说天文台已被国外黑客攻陷,用于监视山下的白沙国家导弹试验场,而是天文望远镜发现了外星人,该天文台已被关闭一周,入口已经被封,并有两名安保人员看守。 这两名保安来自拉斯克鲁塞斯的红石安保巡逻公司,他们说也被蒙在鼓里,什么也不知道,也和大家一样好奇。 但透露说,他们被要求只允许管理人员出入,不过天文台却是被联邦调查局要求关闭,奥特罗县的治安官把尼豪斯说,FBI和天文台的工作人员并不会告诉当地执法部门究竟发生了什么, 所以他们也有些莫名其妙,不过他自己倒是有一些想法,但不能说出来,以免被认为是谣言或坏消息。 豪斯还透露,9月6日天文台曾打电话称,他们正在疏散工作人员,询问是否能够提供帮助。 他排了两名警员过去,发现有联邦调查局的人在那里,没有人解释为什么。 一名剧院消防队的人称,联邦调查局人员,告诉他有可靠的威胁,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。 在公众的强烈要求下,运营该设施的非引力组织,的女发言人透露说,他们正在处理一个安全问题,但不会再透露更多信息。 不过,可以明确的是,肯定不是什么外星人,天文台将无限机关闭,直到另行通知为止。 联邦调查局发言人弗兰克·威舍尔表示,无法正视或否认该机构参与对天文台的疏散和调查。 飞行公告已要求飞行员不要接近该地区飞行,同时被疏散的还有一些当地居民,一些人对长时间不能回家,已开始表示不满。 看起来真心依然扑朔迷离,临近的阿帕气点天文台,倒是一直在正常运转。 国家太阳天文台的关闭,究竟发生了什么,或许只能等待来咨询微博们的解释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